好 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我是蕭川老師 歡迎收看我們今天 3月4號的財源廣進 那228假期今天3月份呢 第一天開盤 我們發現到整個指數呢 他是偏整理 但是幅度不大啦 我們稍微看一下 台北股市呢在這個時間點呢 他的一個走勢啊快收盤了 但問題是只有小跌四十幾點 今天最多跌了75點 不過慢慢也流出了一個下影線 好 那各位台北股市呢 從1月份開始 9319漲到10416 那你就說台北股市漲了1000多點 漲了1000多點呢 你稍微讓他整理一下下 稍微修正管理一下下 我覺得這都應該可以接受啦 但是呢我要建議各位 不要說台股不漲 你就認為他漲多了要看空了 台股的多方呢他沒有結束 為什麼會這麼說 因為如果說我們就從整個 國際股市的架構來看 你會發現到啊 現在美中貿易談判 已經進入到尾聲了 也要達成協議了 所以呢在整個雅谷裡面 你會發現到最強的 還是中國股市有沒有 我們放228假期的時候 他已經創新高 那到今天為止呢還在創新高 那當整個中國股市呢 他是比較偏強 他多少會支撐什麼 亞洲股市的一個格局 所以呢台股的整理呢 他不會太久 因為到目前為止 台北股市呢 都還沒有站上年限 那也代表說台股 他本身是比較落後的 那再來第二個重點呢 資深台股的重點在哪裡 各位這重點我們之前呢 在Line裡面 有跟大家去做過說明 那如果說你對台股的研判 或整個操作策略 不是很瞭解的話 我歡迎各位我們這有一個Line Edge 還有一個QR Code 那你可以稍微掃一下 到時候呢在整個盤中呢 我們都會告訴各位 整個看盤的觀念跟觀點 重點在哪裡 跟整個操作策略 舉個例子來講 早在2月18號的時候 我就跟他講 多方的重心 台股還會不會繼續在漲 你要看匯率 有沒有 好為什麼看匯率 你想想看喔 禮拜六的時候啊 川普啊 他在演講的時候他說啊 那個聯準會一直在 一直強制美元 對整個美國的經濟是不利的 所以呢他又在批評整個聯準會 那這也代表著說 川普的內心希望說美元走弱嘛 那你想想看嘛 現在聯準會他在縮表已經結束了 再來呢升息也看不到了 所以呢美元的弱勢應該是確定 只是因為匯率他的走勢呢 他會比較慢一點 但是如果說我們就從近期 美元的變化裡面來看 你會發現到美元已經沒有再強了 就是維持在區間 去年建高點之後就維持區間 上個禮拜二十八假期之前 他還破月線 當整個美元呢 比較偏弱的時候呢 你看到亞洲匯率 兼人民幣啊 原本上個禮拜 升破年限對不對 結果呢今天呢稍微反彈一下 也沒有回到年限 所以還在升值 所以亞洲匯率在升值的情況之下 你就會發現到啊 怎麼搞的外資的期貨倉位一直增加 到現在為止大概是維持在 5.9了大概就 維持在6萬口附近了 他也沒有什麼太大的縮減 漲多少微調一下調一下沒有調很多 甚至於呢在選擇權的倉位呢 他持續在做多 所以我跟大家說過啊 多方的觀念 多方的重點要放在匯率 三月份也是一樣 但是呢三月份 漲多之後的台股 他多方沒有結束 但重點是 個股的操作要重於指數 畢竟漲了一千多點 你叫他一直漲 不可能啊整理完之後呢 還會繼續再攻 所以呢當指數沒有漲 你還有低檔的時候 你要趕快切入 當你問我說 老師我要怎麼切入啊 到底這個盤我要去做什麼樣的股票 尤其我們從上個禮拜你會發現 應該說從二月份你會發現到 外資未來要去拉高結算 所以呢他都在拉全值股 但是呢這個全值股呢 又是拉的不太一致 所以呢輪動速度比較快 所以呢你會發現到 有些漲上來的股票 我就跟你講說 因為人弄太快了 不要追 好沒有什麼好追的 那你會發現啊 像上個禮拜 國劇漲兩天之後就開始盤整 結果跌下來 到現在是破月線 華興科也是一樣嘛 漲上來之後破月線 那可見有些個股去追 追到最後呢再等解套 那你要從什麼樣的角度去切入呢 好 各位 我們在這個LINE裡面 我們都有跟各位介紹 方向在哪裡 個股在哪裡 尤其掌握不到個股的 我是建議各位 這個LINE你可以好好的利用 因為我說過 加入LINE不用錢 那整個操作的策略跟方向 還有什麼樣的個股有機會 我們都會在這個LINE裡面 去跟大家做說明 舉個例子來講 5G的概念個股呢 我們一直跟大家說 這些個股其實不太可能結束 為什麼 因為新的折疊式手機出來之後 現在所有的手機已經開始 慢慢搭配著5G的一些系統 所以5G怎麼會結束 但問題是5G不是說 只要是5G都可以做 因為我們之前在 我記得在11、12月份的時候呢 當時我們就已經切入到 5G的概念個股 有些個股它已經漲一波了 現在你要去掌握的是 新的5G概念股 而且還沒有動的 甚至於還在低檔的 這樣的個股呢 它的空間才會比較大 所以呢我們在LINE裡面 有跟大家介紹啊 什麼樣的股票 我們舉個例子來講啊 有些好的股票在低檔 當時我們就跟大家介紹 6416的瑞奇電通 那時候低檔的時候 92塊半到93去做低接 當它拉起來的時候 我跟它講 5G的個股在3月份 它會開始動 為什麼 你想想看2月份5G都沒有什麼動 因為前面已經動一波了 但是5G又是發展的趨勢 它怎麼不動呢 但是呢 你要怎麼去找到對的股票 當然新的5G在低檔的個股 所以當時跟你講完 你看喔 它不是漲一兩天喔 跟2月份的操作已經不一樣了 2月份有些個股 就是漲個一兩天休息 漲個一兩天休息 但是我們就漲過那個低檔 而且籌碼穩定的 又有基本面的股票 它不會漲一兩天啊 你看啊 漲上來之後 它再繼續供 然後呢 繼續供完之後呢 你會發現到 結果今天啊 再創新高 有沒有 你注意看喔 台北股是在走整理 可是有些股票繼續在往上供 所以當你在低檔買完 它就有機會去走一段 當它再走一段的時候 各位你才有波段的獲利 可以去賺 那當然5G的概念個股 要怎麼去掌握 下一檔能夠像這樣 低檔買完繼續往上溝 到底什麼樣的個股 它會有這樣的機會 它的利益到底在哪裡 同樣的 今天在這個LINE裡面 我們也跟各位介紹過一檔 那這一檔個股呢 我們在LINE裡面有跟大家明明說 哪一檔股票 但是我們不要在媒體上面去 打亂它的一個籌碼 所以呢好的股票 這跟MOSFI有關 MOSFI也是5G的概念的族群 它現在已經開始進入到一個 商用的現象的一個階段 所以有些低位階的個股呢 它才剛要補漲 所以當還沒有動的時候 你就怕追高 尤其指數漲了1000多點 很多人不敢進去啊 可是你不敢進去 不代表說台股結束 台股的多方還在延續嘛 只是漲多給它整理一下 但是呢你要怎麼去切入到 後面尤其在3月份 個股的表現 它會重於指數 那什麼樣的個股 它才剛要動 而且什麼樣的個股 它能夠像這樣走一個波段 當它能夠走一個波段的時候 你買在低檔 我跟你講你才能夠賺得多嘛 所以咧 今天在LINE裡面 跟各位介紹新的股票 而且你新會員加入 該去做什麼樣的個股 在LINE裡面都有跟大家講 所以呢 如果你要掌握到 後面要上工的個股 我敬請各位啦 你可以加入我們的LINE 你可以加入我們的LINE 到時候在LINE裡面 都會跟各位講得很清楚 因為節目裡面 我們就不去打亂它籌碼 如果你想要知道 到底後面有什麼樣的個股 它是有機會的 而且什麼樣的個股 現在你不用追高 而且後面還有機會 去走波段的 我歡迎你 到時候加入我們的LINE LINE裡面會跟大家做一個 明確的解說好不好 那三月份的操作模式 要特別注意 不要亂追 也沒有必要去追 台股雖然漲了牽點 但是很多個股的輪動 在三月份才剛要開始 掌握不到這些訊息的 歡迎你加入我們的行列 也歡迎各位 加入我們的LINE 那祝大家操作順利 重要的個股該怎麼操作 什麼樣的股票 它是最有機會的 我都會在LINE裡面去做公布 好不好 歡迎你加入我們的LINE 祝大家操作順利 我們明天見 拜拜 有關的 明天見 我們明明天見 全世界最有趣的 希望能不來 有一個預告 那麼支持 我們明天見 選項 我們明明明 我們明明 明明 明明